UBY的BP阶段 首先,OMD这边也是选择半掉了乌鸦以及千诀 没有问题,是目前这两个英雄 无论是版本,还是说是选手都是经常使用的 这边OMD第三楼是半掉了中单的瑞兹 这一手半人可能也是比较针对着DW的英雄池去做的选择 好的,反手UBY是最后半掉了这个吸血鬼 感觉上来说,吸血鬼只要是斑了会跟乌鸦一起上斑榜的 这边的话,达野只是针对了一手千诀 现在其实在达野这位置上可以拿的英雄就还蛮多的 NUBI这边也是针对了一下小微笑 是将维鲁斯给扮掉的 因为在最近的比赛当中,小微笑他最喜爱的就是说是两个维鲁斯和妖姬 他现在对维鲁斯的使用是比妖姬的频率要更高一些 好的,这边一楼亮了一手男枪 其实我要觉得一楼去出打野这个英雄的话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男枪现在配合阵容上来说的话 有优势也有劣势,因为毕竟现在挖掘机这一手在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危险 准备要抢一手凯尔玛,因为自己家的一个辅助的话也是使用凯尔玛 现在的确啊,感觉在甲鲁斯联赛赛场上 卡尔玛是个真的非常热门的辅助 甚至说在蓝色方可能一选不是瑞兹就是卡尔玛 好的,那这边看NUBI会做一下什么样的选择 感觉下路辅助也是可以出了 反手是选掉了,刚才OMD亮了一手这个男枪 这边是要选妖姬 想打个人秀吗?锁了,非常的自信 我觉得这个妖姬是什么有针对小微笑的意思在里面 因为小微笑这边的话其实也是使用妖姬,也是比较好 在维鲁斯被拌掉之后的话 他用妖姬的一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然后NUBI这边的这一手的妖姬可能会让OMD这边略微有一点措手不及 因为现在确实会不太会有红色方 是会在第一轮的一个选人当中的话 直接是把妖姬这样给抢掉了 你要是在后面像是对方选的沙皇这样一个英雄 你去康的一手去选妖姬,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来看一下OMD这边的第二轮的一个选人 其实这个时候人马的也是可以放在外面 而且人马这几场都是百分之百的胜利 这边的话西威尔,西威尔配合卡尔玛一个双开阵容 也是现在非常热门的 果然还是选择到了打野的一个雷克赛 那么这时候NUBI就要考虑了 到底上单这边的话是不是要放给OMD大树这个点 因为如果就是说是放给...大树被搬了 大树,不好意思,大树被搬了 非常稳的,直接把这一手搬掉 还有就是小鱼人还有在外面的 好的,看一下 这边是亮了一下镜 其实镜现在这个英雄的确在赛场上这个胜率还是蛮高的 因为他的确线上能力也是有的 而且打团只需要先手开大 那么在卡尔玛被抢的情况下的话 NUBI这边的一个辅助,现在看来是想要选一下 巴德 巴德的话可能游走能力确实是蛮强的 线上,其实他除了自身比较脆一点以外 他其实打先手打反手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整体上看起来NUBI这个阵容还是比较脆的 而且中路和AD都是属于一种需要打到爆发 而且需要保护的英雄 好的,看一下OmmD这边会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还有中路和上路的英雄没有拿 其实这边的话选择还是蛮多的 上路无论是巨魔还是说是小鱼人啊 其实都可以 之前是有拿过艾克上单 今天艾克也还在场上,要选泰坦吗? 中路的话如果要出 我觉得这个英雄其实还是可圈可点的 因为毕竟可能说线上如果六级以后怕被秒的话 这边是选了一手卡牌 卡牌的话也是小微笑非常擅长的一个英雄 之前也是讨论过啊 感觉小微笑一旦是拿到卡牌打到顺风 就是能带起节奏的情况还是真的 让人非常的头疼 其实往往在比赛当中卡牌 你这时候拿卡牌就得想一个问题 我到底是选择带一个TP去跟卡牌打节奏呢? 还是要选择带一个进化 以免卡牌配合强势打野 对于自己放的一个威胁 不过这一盘毕竟它的一个卡牌加了一个赛 虽然两个人都是算是一个有控制的 但是面对着妖姬这样的影响的话 其实倒不至于说是要选择带进化啊 就算是不带TP 那我也估计也是要带点燃的 东一币这边的话肯定还是要注意控一下线的 不要太过于推线 那这边上路的话是亮了一手剑击 这也是看到对手的话是选择的是一个上单的泰坦 所以说这边的话也是打算拿剑击 剑击这个英雄在新的版本三项改版了之后 还是有一段强势期需要去大家去适应的 而且现在对面打到一个泰坦的话 感觉双方这个上路对线还是有可打性的 好 那么是确定了上单的一个剑击 让他来去对付对手的一个泰坦 也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泰坦和雷克赛 你一定是两个人去对剑击威胁力还是不够 一定是要再加上卡牌这个英雄 那么这一场的话 OMD最终是拿出了这一手的一个卡牌的话 这一场的一个卡牌 看了一下就上下路的一个组合的话 到海确实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挥 因为NewBY这边的一个下路是没有物移的一个ADC 所以确实是比较容易被进行一个针对 然后卡牌再加上雷克赛 双大招的一个高机动性的话 也是让OMD这边可以比较容易找到机会 那么NewBY这边的话 是完完全全选了各种线上非常强势的一个阵容 他们是需要在线上跟你刚的 无论是剑击还是说是妖击这个双击组合 双击组合 再加上打野的男枪 这都是爆发能力非常强的一个组合 而且之前上路的一个特性也是非常喜欢选择像女刀 就输出型的上单 感觉上来说是喜欢用一个3C的阵容 而且今天这一把的确也是亮了一下 那么这一盘的话 上单选择一个剑击 也是感觉还是想要利用 它可能还要做一个尾前排的一个作用吧 对 毕竟对手的控制是比较多 那么剑击的W能够挡控制 其实相较而言的话 其实比起刀妹的一个减控效果 说实话是会更好一点的 你毕竟刀妹减控效果虽然强的话 但面对对手的像一个兄弟连一般的强控 还是很难是要对对方的一个后排进行一个威胁 好的双方全球准备就绪 让我们进到这一场精彩对决 好的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第四场对决 OMD对阵牛逼1 我们的蓝色方是我们的OMD 紫色方是牛逼1 双方已经出门了 感觉这个位置是想去抱团做一波入侵看一下 有没有换线的想法 嗯 不过OMD这边是一个五星的站位啊 好这边的话是被雷克赛给发现啊 直接是把 直接利用这个眼位给A掉 对把这个假眼A掉了 这边的话感觉还是要一起抱团去做一个换线眼 换线眼 因为自己家的一个 如果是被OMD这边给换线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头疼的 并拿出这个剑击 就是想 哎 闪现上去 闪现一张黄牌 这边加上一个RQ 还打出来 交出一血了 好关键这个一血啊 还是给到了一个卡牌的一个头上 不过这个时候得要记住一点 就是说卡牌是在 在这一波团战当中的话 是交出他的一个闪现的 而且雷克赛这波也是交上 所以待会儿是有可能在两级的一个时候 就邀机打打一个两级的 有的或者三级的一个时候的话 是可以对这个卡牌来造成一个威胁的 肯定要抓这个卡牌啊 只要这面子能够练中南枪这边过来 那绝对是一个必死阶段 而且雷克赛这边也是把一级团里面 就把闪现给交了的话 雷克赛倒还好 前期肯定是要偏刷为主 好的 那这边看到也是邀机直接回到了线上 东一币这边是选择带了一个TP 可能还是想作为一个支援性 那这个一血的话刚刚就说过了啊 给到卡牌的话是 或者这样说 给到一个中单是最赚的 因为中单的话 刚好可以回去就400块钱一血的这个钱 是可以拿出一个杜拦戒指啊 这个非常赚 好 这边也是想上去消耗一套 不过卡牌还是非常注意自己的位置 而这边UBY的一个主动抓换线的话 似乎也是并没有能够针对到一个对手 好 这边剑技的话想打两个小石头人 然后还是被被抢了 那KAT这边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进换道上路去之后 也是知道要剑技的这个发育肯定是在下半野去 好的 那看一下这边中路还是比较稳的一个对手 而且UBY这边上去消耗一套打出雷霆 这还是身上是有着多了一个多弹阶加血量的 不然的话说起始的话 这卡牌应该血量就已经是更低 更低一些 而且要剑技现在身上一个突败要件的困难 在这个钉线的话是让卡牌这边还是比较安全的 毕竟这个状态的话 南枪是没有办法对这个卡牌有太多的一个威胁 那也是因为OMD这边上路没有直接去吃线的原因 这边UBY感觉是三人准备抱团去推上 然后下路的话是做了一个换塔 这边上去踩一套 卡牌现在其实在线上一个发育被压刀 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线上 它主要还是靠中后期的这个开大去带节奏 那这边的话感觉上下路这个换塔 做的还是比较及时的 所以要及时有一点想法的 其实有一点 但是这波一个兵线的话是刚好清过完 那么这样的话卡牌回撤 然后直接TP到一个线上 回去之后的话估计是可以能够看看 够不够钱去出一些魔抗的一个装备 这一盘的话卡牌应该是可以选择出一个深渊 还是说是他要选择做一个时光 都可以 或者时光深渊 因为现在其实是深渊这个装备的话 我往后用 就等级高了之后的话 其实效果也还是比较不错 不算是之前的这样一个老式的一个前期装备 那效果这边感觉是非常稳的 把这个兵线处理到二塔里面去再回家 好那这个塔线肯定还是会往回推的 这边OMD处理的还是蛮不错 好 那要在这边将蓝量用尽之后的话 也是回车 那么看到卡牌这边的话 直接是选择的一双草 我现在回去会选择出了一个回复性要素 是的那这边的话 妖姬也是回家了TP到线上吃线 双方都是把这个第一个TP用在线上 第一条龙刷的是一条风龙 其实对于双方来说还是可以争夺也可以放掉 我们妖姬这边的话也是选择回家选择出的一个多蓝戒指以及黑暗封印 好现在黑暗封印这件装备的话 其实性价比还真的是非常高的 价钱便宜 而且还可以增加你这个Fly药水的一个药剂的特效 而且药剂这边也是稳稳的压了13个刀 对于小育肖这边来说中路稳住 等到六级以后去打团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中路其实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来找机会啊 感觉双方这个闪现的CD都已经快要赚好了 这边相反的是下路双人路要完成对线 上路这边的话也是两边的一个上路对到线 那么因为都是一个三级啊 看一下剑技这边的还是 练的都是没有练的 想要尽量去跟泰坦要打一下的 我们下路这边Sever也是利用自己这个倾线的能力吧 是的 南枪这边的话也是要打算 有一段时间了 两端一手 可以看一下没有机会能够打一波三比三 因为他们这三个人 他们就是说这个三比三的话 是能够打得赢OMD的 看一下妖姬还差小半管的一个经验到达一个六级 卡牌这边到达一个六级的话 卡牌的话有点危险 他这边的闪现刚好还是差了一些时间 这边是要选择一波的一个回程 还是比较稳的 毕竟这一波如果妖姬已经到六了 妖姬这边的话真的还是很稳啊 没有选择什么没有选择闪现 或者闪现上去 然后 并且他没有带点燃 所以他觉得他可能不是很稳 对的上海可能会差一些 好的那上路世界也是到这边看一下 感觉现在双方的上路发育都比较的难受 而且这边还是出了一个萃取 因为卡牌这边的话 暂时还没有到达一个六级啊 差了一点点的一个经验值 所以说剑机的这一波的话还不怎么危险 如果这边到达一个六级的话 剑机这样走其实是蛮危险的 所以看一下这波兵线如果剑机还贪的话 有可能会出事 我们看见这边的话一直在微微索索的 南枪也是在附近 这边是有个睁眼看到了 卡牌这边的话要打完飞了 这边是要针对对手的一个南枪 比黄牌定上 但南枪的话一加闪直接是远距 滑出了超远的一段距离 这样的话逃脱掉了对手的 这样一个中野的一个联动 也是让卡牌用掉了第一个飞去支援的大招 这边可能时间就会往后再拖一点点 而且其实感觉上路这边爆发不了太多的事情 来 这边上来顶住 W起来 剑机想躺 看一下剑机这边的话 W还捏在手里面 因此OMD也没有打算继续进行一个追击 所以刚刚去说一下 刚刚的一个卡牌和雷克赛 两个人的一个联动的话 还确实稍稍的有一点问题 因为毕竟黄牌已经扔出去了 雷克赛这边的破土 而是用的还是略微的过早一些 这边的话三人过来打算对对对手 南枪的话这边已经是贵了 直接顶起来一张黄牌定到南枪 这边闪上就看一下剑机这边的能不能走 好 剑这边的话交出一个闪现 代表雷克赛闪现顶起来一张红牌 成功的拿下两个人头 那么DW一看形势不妙 只能够选择一个顺势撤退了 对 这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这边的话也是雷克赛和卡牌 各拿一个人头 上路这一波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剑机一直没有走 所以说抓到一波机会 南枪这边的话是想过来帮助一下剑机 是去多吃掉一些这个一个冰线 因为刚刚那个冰线的一个位置啊 非常不利于这个剑机的一个发言 我们可以看到补刀上面的话 剑机为了防着卡牌的话 导致他的一个刀是差了太大很多了 他们俩刚刚到达一个线上的时候 其实补刀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 但是这一波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刀的一个差距 这边上来查 哎 这一波还听得很漂亮 而且卡牌这边还想要继续要杀一下 闪现Q 但是好像 没Q到 是一个Q闪而不是一个闪Q 这边的话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 妖姬也是趁着这一波赶紧回家 他因为他只是用了这一波的一个闪现的时候 Q技能已经是已经出手了 已经出去了 对的 然后妖姬其实刚才比较聪明的是走位躲了 我感觉他是想什么 他好像可能是想要 就跟牛头的Q闪一样 想要打出这么一个效果来 但好像没打出来 这边的话 上路 双日路其实去到上路了 这边也是觉得这NBA就上一坦还在的一个情况下 上一坦还在一个情况下 是 南枪这边的话带着红buff 我来守一下 但是雷克赛这边的话 是地青树 是听到了南枪的一个动向 而且雷克赛这边的话也是一个六级的一个状态 南枪的话这边呢也还真走不了啊 太坦和卡牌 这一波的话是要打三要强 强推吗 先推一下 如果牛BY这边敢不走的话 卡牌这边的大招也是好了 TP也好的 所以说这一波肯定得走 不走的话是要被一个五人包抄双人落 韩主播怎么说 还要强行把这个现代的二塔里面去 是的 而且在面对着OMD点控如此多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以少打多 即使是一个守塔的一个形式 也并不是很妙 那么剑技这边的话没有办法 是绝对是不能过来参团的 因为剑技如果这个节点再不补发育的话 他就是变成了一个废人了 主要是现在OMD这边没有能够 特别稳的一手扛塔的人 泰坦这边除非是开到了近 不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 那南枪这边也是强行过来守一下 二塔这边也是觉得不能让 但这个塔的血线其实可以耗掉一部分 啊 进驻了卡尔玛 但是伤害的话肯定是不够的 这边被消耗的比较残了 还是赶紧补一下 也毕竟现在游戏的一个前击卡尔玛 凭借本身的一个技能伤害的话 就可以造成的一个伤害的话 就已经比较恐怖了 这边感觉还是想对这个二塔有一定的想法 这边的话应该直接打到清兵线 完美谢幕 第三下 第四下也是打了出来 南枪这边的话也直接是交大 这边定住对手两个人 这边静也接一个W 但是打到这个太坦的一个身上 这三个人的话也不特别还是不敢上去啊 根本是打不出这个输出来 这边也是看见血线不是特别健康了 选择回家 好了对方上路二塔 上路的二塔半血之后的话 这边也是放弃了 因为确实已经是不好推了 主要是一旦打起来卡牌这边是有大招可以支援的 而且他一直在中路推线 妖姬这一波如果不去的话会比较吃亏 不过这边卡牌也不愿意随便过去进行一个支援 因为毕竟在对方的一个塔下 妖姬这边的话也是有这一个TP的矮张黄牌 另外还是要蹲在妖姬身后的一个影子身后 这边交了一个TP过来的是剑姬 取消了 没打起来 雷格赛这边的话还是有点什么 有点没有能够蹲守住 他直接就蹲在妖姬W回去的一个位置上面的话 这波还真有机会把妖姬的闪现给打出来 这边的话 击杀的话是没什么机会啊 这波击杀 感觉帮东伊比拿了蓝之后 下一波可能会出现在下路或者是小龙区附近了 是的 因为这边感觉OMD已经开始开龙了 视野是比较完美的一个状态 一条风龙的话 牛比外这边也肯定是要放大 没视野 再加上现在的话明显是处于一个烈士的一个阶段 好的 非常稳的拿下了全场的第一条小龙也是去到中路 感觉现在对于OMD来说前期节奏还是蛮不错的 主要是因为上路抓的那一波打出了一点优势 主要卡牌其实前期在线上被压刀 但是人头还是要领先于妖姬的 现在也是补了一个魔抗斗篷 做出了深渊 这边还是比较机智的 看一下后续的话 卡牌这边因为大招和TP两边都是好的 但因为对手的妖姬也是有 也是有提 所以这个肯定是不着急的 可以考虑一下 等到在不是在塔下的一个位置 而且等到有对手 是否能够有在野外的时候 能够跟对方打一波 那么下路这边太坦 也是终于是等到了冰线 被剑技这边给放了过来了 剑技也趁着这个时间段 是将补刀是补了很多 除了肯定是要把冰线赶紧的是清到一个塔下 W躲了一下 好的 那这边的话 双人在下路也是 其实也是打不起来的 主要是他们现在身上 太坦是要少一个TP 不过剑技这边是TP也没有赚好 那还是五五开 主要是现在中路这个线给到了 一直是给到了ADC去吃的 卡牌现在没有办法去吃线 现在的话剑技面对着对方 只要在线上你看不到这个卡牌的话 肯定是很怂的 所以说即使冰线 而且再加上自己的下路一塔 已经被推掉了 因此肯定是要让开 但看到卡牌了 那这时候就重新回到一个线上 继续去吃这一波的一个冰线 现在肯定是要防对手的一个卡牌来抓的 因为已经处于落后的一个阶段 再被抓一两波 那恐怕就丢的外塔就比较的多了 主要是刚才看了一下 中外塔这个血线已经非常残烂 这边上去刚一波招是W 这种话是一个大招上来 而且刚才是剑技W 已经是没了 勾回来 闪现躲掉 这一个大招 卡牌在啊 卡牌我几天 这也是确实是走不了了 人太多了 那小一套这边也是 在前期就收了三个人头 感觉这个经济也是完全放在TF身上 这一盘的一个针对点的话 确实是对付这个剑技 这一块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进这边开大招 清一下这一波的一个兵线 好 妖姬这边的话 给上这一波TP 巴德一个大招 但定到的是一个泰坦的 这一波的话 敢打泰坦吗 练住了漂亮 雷克在这边顶得虽然很nice 但是泰坦已经是阵亡了 西威尔尔和卡尔玛的话 从侧移过来支援一下队友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 因为这部团肯定是开不起来的 因为在巴德将大招用完之后的话 现在暂时来说 牛B1并没有后续的一个留任能力了 那么这边能够将泰坦给带走 同时保一下自己的一个下落二塔 已经是对于牛B来说 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了 刚才也是依赖 妖姬和静的一个爆发 直接把留到的一个泰坦直接秒了 那这边也是回到了中路 那双方其实现在经济是没有拉开的 只是一个小五千 感觉还是可以接受的 主要是对于牛B1来说 他还是要等待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能够邀记献手开团进去 秒掉某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那这部团还是可以打的 现在除了人头上面的一个优势之外 两座塔 然后再加上补刀方面的话 可以说每条线现在对于OMD来说 都是有一个优势的 这边下公司的东西还在 别看卡牌就是说是补刀数和妖姬差不多 但是因为它的一个被动效果 所以说其实它的一个经济 还是要是要比较 从单纯补刀数来说的话 还是要比妖姬要多 更别提目前来说 他拿到的一个三个人头 所以说这一盘的卡牌的话 我们看到他第一手直接是选择做了一个深渊 而且之后的话 这一个蓝宝石是要打算去选择做 要去选择做就是说是巫妖吗 有可能是巫妖 这时间点在做时光的话 可能就有点晚了 太慢了 如果他要做时光的话 肯定就是不会去选择出到什么三速解加双度蓝的 双度蓝可能很 因为他双度蓝是一选拿的 所以说但是现在在做时光的话 太多时间了叠层的话会比较慢 对 而且目前来说 自己家也是处于一个优势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 毕竟5000多的一个经济在15分钟的一个时候 还是说是非常高了 所以因此在这边的话 尽量的把自己这个伤害是也可以增加一点 也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毕竟你做完这个巫妖之后的话 也可以考虑之后选择去做一个中亚 等到中亚如果能做出来的话 其实危险性就比较的低了 好的 那这边的话感觉 禁就比较难受了 因为毕竟补刀被压了很多 而且在经济上来说 也是比较落后 现在全队主要是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机会 除非像刚才那一波巴德先手开团 也是抱团去推下 我们的这边感觉前期节奏还是不错 这波的话敢打嘛 巴德一个大招定到了对方两个人 看一下这边应该是要秒卡牌吧 还会直接交出一个闪现 这边的话太坦也是踢过来 直接是想带叫这个塔的 扛过去 是的 给对方一个威胁 这边直接打对方的一个妖姬 让妖姬直接是W回去 也是没有有太多一个威胁 这个节奏掌握的还是蛮快的 好的 那这边也是直接逼 往高路上逼啊 那这边 这一波定的漂亮 这也是把卡牌打成了一个残权 但这个敢继续追击吗 借机这个时候的话 有没有位置能够踢手 没有能够位置 身后是没有眼的 身后没有什么好的一个眼位 能够给他踢 而且他现在这个装备的话过来啊 有战斗能力呢 有 但是问题在哪太脆了 现在也是没有什么想打想法 因为小龙14秒就要刷新了 WMD这边也是选择赶紧回程 补一下状态 可能要去小龙这边做视野 妖姬这边把中路线带过去之后 也是应该要回家 刚刚的话其实已经这波打得 巴德大呀 以及巴德在塔 高地塔之前的那一发Q技能 打得都很漂亮了 但是主要是现在之前的一个烈士 让UBI这边的话真的缩缩 特别是上单的这个剑机 目前这个装备的话 真不太支持他去进行这个团战 如果你要不像是换成一个大树巨魔的话 可能这一波就过来了 但剑机的话 他主要出的还是输出没有出肉 但是这边的话 其实妖姬刚才那波踩进去 输出也是没有打足的 没有能够秒掉人 男枪其实是补了一个大招 才是勉强把TF的血线打得比较低 这边也是刷新了一条山龙 那其实这条龙的话 对于这个刷野的速度 以及野区的这个侵蚀还是蛮有用的 OMD感觉前期到中期这个节奏 抓的还是比较急的 好拿下这一条土龙 这样的话推推塔什么的话还是有优势的 好的那这边也是赶紧去 也去看一下有没有意外的收获 全线补刀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进这边感觉这个幽梦出来之后 是想参疼 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你BY现在的话要将 尽量将视野给做出去啊 因为对手的一个有卡牌在的话 你不把视野给做出去 你太容易被卡牌带截斗了 你现在是处于一个防守阶段 在这个防守阶段的话 你起码你这个推兵线的话 你又不能推的 又什么又不能推的太近了 因为太近的话 你就推这个兵线 老是被压着打的话 经济会越 事业会越亏越多 而且还要打一个狭狗千锋 那么这个狭狗千锋应该是放了 南枪这个话似乎想要用大招 来抢一手这个狭狗千锋 他躺这个位置也是出去挡了一下 跳进来 南枪这个话果然抢到 妖姬们还回来 这边话又将闪现上去吗 果然一个闪现上去 大招大了这个妖姬 卡牌这边话也上来一张黄牌 但是被Buddle一个大招定住 但妖姬们还是要死的 就看他能不能够坚持一下了 西文给了一个加速 黄牌定住 还是坚持了很久 虽然这一波是死了 但是这个妖姬的话也是 进到一个全妖姬 Buddle的这一波大招其实打得真漂亮 因为他这波大招的话 是为妖姬争取得很长的一个时间 让他的一个W能够有一个CD了 这边大龙刷新就直接去秒大龙了 Buddle这边也是因为没有大招了 看一下南枪这边怎么说 这话真不好说 因为南枪的一个等级和 每个赛的一个等级都是一个11级 所以这一波的话 CLEED这边南枪是有机会能够抢一下的 这边也是看到了妖姬 这边开团 这边还建计这边直接坐地铁走 这边还建计这边开团 还在连 Buddle的技能定两个吗 只定到一个卡牌 闪现上去没有留到人 是的 这边也是有一个 这边 踢下来其实还好直接走了 我还以为他踢下来的话 会直接被泰坦留住 主要这一波的话 如果能够阻挡到对手 拿这条大龙的话 就已经是足够了 虽然确实南枪可以下去 跟这个雷克赛去抢一抢这手大龙 但是在对方是那么多人 在打大龙的情况下的话 是的 其实逼退的 这个最后就已经够了 是风险是比较大 他抢到的概率是比较小的 所以说能够逼退 是其实比你下去硬抢的 硬抢要更好 这个措施来说 是的 那现在也是把这个野刷了之后 感觉双方的这个经济 还是维持在一个五六千左右 是的 OMD现在滚雪球的这个战术 观察还是比较 这边上去踩一套 叫这个法律护盾 挡了一下伤害 然后两段的 以及复制的这个WR 正好这两段都回去 稍微小秀一手 感觉现在来说 巴德的这个大招 以及他这个QG能留人的 在野区当中留人的这个实力 就已经慢慢展现出来了 嗯 这边的话 几波巴德这边大招 放的还真的是比较不错 主要挺好的去保护了一下 队友 以及其实想要之前的话 也是有 有留人的作用 这个 唯一的一个人头 也是因为巴德这边大招 那一波的话是放的还真不错 因为不仅是把太坦的大招 太坦闪现给逼出来 然后就还 关键还大到他了 是的 这边打完龙之后 会有一段时间 进行这个发育 是的那这边的话 南枪也是这个时候 对风会鸟以及 三郎的这个 惩戒的一个 惩戒的一个 惩戒的一个之后的一个效果 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无论是狼魂 还是说这样一个 还视野 都很关键 感觉上来说 牛比较现在不太敢出去 主要是也是觉得 对面有一个卡牌 大招这个支援系 主要是太恐怖了 问题就在于这一点 你现在如果要出去的话 跟对方打的话 你绝对是靠巴德 来进行一个开团的 但目前来说 他们作为一个烈士 不是很敢开团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的话 如果你不开团 你这边 也就是资源 其实也会慢慢的被侵蚀 就是说是你的一个卡的话 那么对方卡牌这种英雄在 那你出去就是被抓 所以这边是龟缩在一个塔下 进行一个发育 这也是无奈之举 南枪这边是看一下 上路只有太坦一个人 是 这边其实整个野区 都是没有视野的 上半野区完全是 OMD这边做的蓝色方的野 面对一个双线 都在带的一个情况 其实对于牛比较来说 选择还是比较难 对二塔是发起了一些进攻 看一下牛比较这边 能不能够把这个二塔给守住吧 这一波冰线过来的话 这一座二塔 血还是满的 要一踩过来 但是上已经 这一波大招大得很漂亮 看一下进这边 进也是给一发大 先击过来进场 又是要秒对方的太坦 太坦这边的话一发勾勾度强 南枪这边的话 也是不敢继续再打了 那这一波状态 牛比外这边的一个状态 感觉比OMD这边的状态 要更差一点 特别中单的一个妖际 要直接选择这个回程 那么战友的话 这一座中路二塔 有点稍微有点难守了 卡牌身上一张黄牌 带手定一下 打中了对方的剑击 这边直接被秒了吗 一发W 一发Q技能 再加巴德一发治疗 成功的挽回自己 但是卡牌一张黄牌 定住了巴德 巴德这边被秒了 中路这一波感觉是 事故可挡 直接把二塔带掉 现在就是说 OMD这边的一个点控 打到谁 谁就是 很有可能直接被秒 主要是他这个控制 是combo的 可以连上 所以说 刚才那一波 其实实际上被被开了 中路二塔之后的话 果断能吃一下野区 能够去吃野区 自然地去吃一下 状态不好的回程 因为第三条小龙 马上就要刷新 而且这一条是一条火龙 因此非常关键 毕竟OMD这个阵容的话 其实输出上面来说的话 还是略微的 整体来说的话 略微还是有点不足 你不提就是说 装备的一个领先 就单从阵容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往后面打 你就等到西威尔装备好 其实才是一个有着非常可怕输出的阵容 主要是他们输出的点 能够比较放安稳的去输出 因为泰坦首先 是个前排比较肉 然后雷克萨也是有一定坦度的 再加上这个卡牌 跟泰坦的Q技能 是可以完全完美的combo到一起 所以说对于西威尔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那这边的话马上 又要刷新小龙 已经刷新了 是一条火龙 第三条龙也要这么让了吗 能否挡住对手的大龙 是现在对于牛逼外来说 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机会 去把小龙上面的一个视野 和大龙这个视野 就全都给控住 能够控一下大龙的视野 已经是一个 对牛逼外来说 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了 是的 那OMD这边的话 也是三条不同的属性元素龙在手 感觉现在最小去上路做文章 对牛逼外来说的话 你需要能够抓住机会 打赢一波团战 因为现在对于 牛逼外说 对手的一个卡牌 虽然说是五个人头 但卡牌这段话 是并没有出到一个中亚的 所以是有机会 能够配合这队友一起 将它给秒掉的 把卡牌一秒的话 牛逼外这波团战的一个胜率 会得到极大的一个提升 而且如果能够打赢一波团战 让妖姬或者说是 剑击 随便谁能够拿到一些人头 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发育的话 那么后续团战的话 是有机会的 这边的话看一下 OMD现在还是想 把这个上外塔再继续拔掉 怎么说 直接开起了大招 展现还是在的 所以你很难去针对住这个卡牌 进的这一个发大招的话 也没有能够打出 太过于爆炸的一个伤害 毕竟 没有队友先打成一个残血的话 进这个伤害的话 确实还是偏低一些 主要是现在巴德手上的那个大招 也不敢轻易的去开 看下这边怎么说 OMB在草里阴 想阴掉 一张红开 一张红开 其实那个往那个范围 范围往前走一点点的话 可能还是有机会的 这一波真的如果愿意上去 把这卡牌秒的话 对方的雷克萨又不能够第一时间 主要是这一波 如果说NUBI身后有一个TP眼的话 间击过来一波可能还是有机会的 好那刚才那一波也是没有能够打起来 看一下这边怎么说 不管是对方的人员在哪 肯定是现在现阶段的一个目标 肯定是要秒这卡牌 我们看到卡牌这波回程的话 还是做到了一个帽子 那么深渊乌鸦加帽子的话 卡牌这个时候一个输出就已经是非常高了 估计现在五个人头这卡牌220个一个补到 他的一个经济已经 估计我估计领先的对手 其实主要是在他自己身上 起码是有什么 起码都是有个大概是 2000块钱不到一点的一个经济的 估计有 不止啊 不止 领先在3000的一个经济了 这边的话也是把蓝buff都给偷掉了 其实对于牛比亚来说是比较难受的 是的 所以现在你真的是想办法 必须要 Q了一下 卡牌给我一张黄牌 但是被剑击W给定住 巴德这一发大招漂亮 能不能把卡牌 这个很关键 应该是能秒了 剑击一发Q技能 一个普攻 漂亮 卡牌一打死的话 这波要跟对方开团 但是卡尔玛这边一波情绪加速化 也是让 也是让 没办法继续追击啊 因为 我们这边一看卡牌死了 肯定不愿意去跟牛比亚打 但是这得 得记住一点这波卡牌的话 是他的闪现是用不掉的 所以说下一波 无论怎么样 对吧 巴德这个大招 往卡牌头上扔就对了 扔中他 一堆人冲过去 不管其他人 可能可以派一个人 去限制一下这个 就是说是 西威尔 或者是西威尔 或者是卡尔玛 你要现在要秒的话 绝对秒卡牌 西威尔现在什么装备 西威尔是一个西蓝刀和一个 绿叉 绝对是比不上现在卡牌这个装备的 卡牌又有一张 只要黄袍定造水 配合一个队友的伤害线 UBY这个阵容 谁挡得住 一个人都挡不住 其实如果能把卡尔玛秒了 对于NUBY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主要是 其实每一波团 进去都是要靠着这个卡尔玛的 你现在能秒卡牌 就一定是要秒卡牌 就算是什么 就算是一换一 你一定要秒他 因为他就是全输出装的卡牌 而且还是队友这边的话 就是说是干锅啊 什么这些装备的话 也都还没出到 所以这是最好的 击杀卡牌的一个事件 如果卡牌是出到 这个时间点出了一个金身 那估计NUBY这边 可能是会有点绝望的 你去杀就是说是 呃 卡尔玛去杀 就西威尔的话 这都不太好杀 西威尔这边有盾 卡尔玛这一个辅助的话 站位肯定是比较靠后的 不是很理想啊 去杀他 那这边的话看一下 中路这部线轻过去 大龙去的事也是 被OMD齐天去霸占了 他似乎是有点想 对大龙这边是有点想法 主要是现在OMD这个经济 真的是拉的比较开 六个防御塔 以及人头上的领先 看一下这波怎么说 还想去这边做一下 红BUFF的文章吗 这个红的话 牛肥大肯定是要誓死拿的 这边的话还是被禁给拿到 这个红BUFF还不错 运气不错 现在双方感觉 大龙区要爆发战争了 这边的话 你就算要去反对大龙的话 你还是得紧紧抱团 你不抱团的话 要被卡牌给开 剑机这边因为有TP 所以可以往上带 但妖姬这个时间点不能离开 因为妖姬的话 他踢过来的效果是很差的 巴德这边直接被秒 怎么说 连地道都没有错 南枪这里 这边是给了雷克赛 给上了一个孙盘陈剑 又是一张黄牌 一张黄牌死一个人 妖姬经常被 但是妖姬被虚弱了 又有一张黄牌 三个人全死 三张黄牌 NUBY这边阵亡三人 你说这个卡牌要不要秒 就必须得秒这个卡牌 但是刚这一波 巴德想过去放视野 看一下对手有没有打 打大龙 所以结果导致这一波的话 是被直接给秒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这边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办法 感觉雷克赛这边可以直接开大龙了 不过卡牌这边状态不是特别好 无所谓的 卡牌这个状态的话没关系 见记一个人是带下路带线 不过这一波也是势不可挡的 真是无奈之举 你现在除了大龙被拿了 能够带这个线有什么 还有能什么作用呢 刚的话巴德这边已经直接被秒掉了 你这边直接就是一个烈士局的一个四打五 你敢打吗不敢打 所以说他这边干脆就不提 牛B1三人在野区被开了之后真的是蛮伤的 好的那这边也是直接回来 下一波OMD肯定是要借着这个大龙buff 进行一波进一步的推进 小龙又刷了 看一下OMD这边是要选择一个分推 还是说是要选择一个都是四腰的一个分推 还是多人的一个暴团 每个赛这边还是对于这个蛤蟆其有独钟 因为其实牛B1的一个清兵线的一个话不是特别强啊 所以说如果是进行一个分推的话 牛B1有可能会顾死 有可能会就是说是顾不上 而且感觉上这边太太也是女药在手啊 身上身上的这个防装和抗性都很高了 这个前排是越来越肉了 那这边的话可能会对下路这个线 而且这一波会肉的话卡牌直接是掏出了一个中亚来 牛B1这个中亚的话说实话 让牛B1这边是可以更是绝望的 好那么OMD刚刚也是拿下他们的第四条小龙 也是又是一条土龙 那么双土龙一蜂龙一火龙 其实上妖姬刚才那样进场后手进场 其实是给了这边开了足够的时间 我觉得现在其实一对外来说的话 已经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希望了 因为他刚刚的一个就卡牌没有中亚的一个时期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够反扑的一个机会 但是没有能够抓到机会去能够去针对对手啊 那也就没办法 那么卡牌这边中亚一友 只要小微笑这边的话不要 你这个中亚是有赞别生意的 不要太犯一个泰儿的一个失误啊 没问题的这边无妖之祸 一丢你可以看到直接差点把妖姬给秒了 看到一丝血的一个妖姬 一张还是打出了被动啊 一张黄牌一张Q直接是差点秒杀 好的那这边的话也是直接破两路的节奏 卡牌无敌了已经 而且又是又是有无妖之祸 这个推打的速度又是高又是快的飞起 主要是现在对妖怪来说 看见这个泰坦和雷克赛一点感觉都没有 打不动堂 也是直接要去把你的门牙 这边最后一波团看怎么说 是的我们看一下这波的话 卡牌又是一张黄牌上去 但是很可惜对手全部逃窜掉 没有能够定到人 打的一个大 没有能够大到卡牌 但卡牌这边的话 在这里做内塔也是没有了 一张黄牌盯住妖姬吗 妖姬这边的话直接是一个精神 躲掉黄牌 这波能不能把卡牌秒是一个关键 很可惜 伤害还是差了一些 而且这个时候的话 OMD进行最后的一波反扑 萌牙已经没有了 是 这波反扑应该是能够直接把对手给带走 直接不打你人过去直接拆塔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也是看一下最后 把这个基地给推掉 好的我们也是攻击一下OMD 成功的拿下了本局比赛 是的